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我们允许他来做捐助捐赠 或者他捐一笔钱给台湾的财团法人 这个财团法人包括我们讲的教育财团法人 医疗财团法人甚至宗教财团法人 其实我们都没有做任何的限制 上海的最大的医疗集团瑞金医院 瑞金医院的浦东分院 卖给了这个徐立德的这个环宇投资 那虽然说徐立德这个钱哪里来的 这个众说分语 有人说是廉家的 有人说是国民党的党产 这个我都不管 所以我们服务贸易协议 我们不用通过 那台湾人也是在那边投资医院啊 如果这个台湾的医疗法人 这个某一个医院 他去瑞金医院去取得的一定投资的比例的 然后呢这个瑞金医院 他也来捐助了你在台湾的这个医疗法人 那我们的想象是什么 看起来他就是应该是互相的投资嘛 不会啊 因为一个是捐助啊 是啦 当然一个是捐助嘛 所以不是相互投资啊 所以主管机关可以蒙着眼睛说 他这个就是 他这个就是啊 捐助 他这个不是投资 我没有看到 你们认同王主委的讲法说 他如果出现这样的状况 他就是捐助 他不会有实质影响力的 他只是来这边 为了帮忙台湾的这个医疗法人 他如果要捐助医院 要卫福部许可啊 没有 这个我们应该有 你们医疗法哪一条规定 他需要卫福部的许可 医疗财产法人 新社需要经过卫福部的许可 新社需要 他捐助现有的需不需要 只要有做财产的一个处分的话 呃 都是要经过许可 什么叫财产的处分 他捐助 我捐助你五十亿 我没有叫你卖土地给我 我需不需要嘛 你告诉我嘛 基本上针对于这个 他是新社 需要你们许可 我捐助现有的 你们没有一条法律去禁止他捐助 可是你们发现是我们有后面开了一个大洞啊 我们没有任何一条法律去禁止 来自中国的资金捐助台湾任何一个财团法人 第一个 对于新社的医院 为什么我们不规定他的投资上限 捐助上限 会去规定他的人头上限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对于现有的这些医疗法人 他依据我们现有的台湾的法律 没有一条禁止他来做捐助的动作 我们如何防止 那我们为什么在立法上面 是不是有这个疏漏 我们的财团法人法现在还在行政院 没有到立法院 送到立法院又抽回去 这里面也没有做任何的一个禁止 好 从这个服务贸易协议的签订 你看我们可以挖到多少问题 你想想看 我们大陆的善心人士 像陈光彪这样的 会很多吗 或者是说他没事 他来帮助你台湾的医疗体系 能够提高你的水准吗 我不是来做生意的 我不是来帮 我不是来牟利的 我只是好心 我来帮助你台湾人 报告员 他如果是捐助非盈利机构的财团法人 他那个钱是拿不回去的 当然啊 所以他基本上是充实 我问你一个问题 台塑长庚医院 台塑去投资长庚医院 他是医疗法人 长庚医院的钱 台塑王家可以拿回自己裤袋放吗 不可以嘛 台塑的长庚医院赚不赚钱 好赚钱啊 他的钱在哪边 他的钱让他变成台塑集团最大的股东 他会让长庚医院变成比较更好的医院 变成台塑集团最大的股东 因为他的财产可以来买不动产 可以买其他动产 可以来买你的国库券 可以来买你的债券 可以投资股票 我们的财团法人法草案里面 只有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定 所以说只要能够增加法人裁员的合法方式都可以使用 我们有没有去防度大陆资金进来台湾 用捐助的名义去掌握台湾的医疗资源 如果你们之前没有想到的话 你在这边还在跟我耍嘴皮子 你还在告诉我们说大陆的资金来台湾那个捐助 不会是投资 不会是想要掌握台湾的这个医疗资源 或是这个医疗法人 我告诉你说今天最好你离开这个内政委会 你就辞职算了 谢谢大家